从2月24号开跑到现在 我国第一阶段的疫苗接种计划进行了快一个月了 至于第二阶段的疫苗接种计划即将在4月19号开始 让60岁以上的乐龄人士、慢性疾病者还有残疾人士接种疫苗 科技部长凯里今天在接种会上表示 政府将会在4月5号开始 透过MiseJetra手机应用程式、电话热线或者手机短讯的方式 为已经登记的民众安排预约 由于我国目前采取自愿接种疫苗制度 因此凯里劝请大家在登记接种疫苗的时候 一定要诚实报告自身的健康状况 如果民众被发现造假的话 例如年轻人冒充是老年者前去接种疫苗的话 当局是可以当场拒绝为他们注射疫苗的 另外对于内心认为 只要有钱就能够在私人医院抢先一步接种新冠疫苗的人 凯里也特别提醒 现在全球疫苗的供应不足 因此私人界要在市场上买到疫苗几乎是不可能的 除了强调 私人界要在市场上买到疫苗 最早要等到今年第三或第四季度才能收到火之外 科医部长凯里今天在记者会上也透露 接着昨天 全国一共有724万人注册了疫苗接种 那这等于是我国目标群体的30% 是相当振奋人心的进展 而他也希望接下来会有更多人登记接种疫苗 另外针对首相墨游丁早前建议 为疫苗接种计划的登记设下期限 那凯里表示当局还在探讨这项建议是否合适 但如果设下节日期能够加快疫苗接种 他们之后会再做宣布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优优独播剧场——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